现在看到前卫生署长杨志良炮轰 财政部长李树德是最烂的官员 今天上午李树德到立法院备巡 这样的议题大家持续的讨论 同党立委送上了鲜花 要帮李树德加油打气 让李树德不禁感动的眼眶泛泪 李树德他又一番话再度的引发讨论 原来是提到了 为什么外界对于有钱人 总有克不到税的感觉 李树德就回应说 认识民众自己把贫富差距给无限上纲 李树德认为现在的贫富差距已经缩小了 会议早开始十分钟了 只见财政部长李树德才冲冲进到异常 现在准时的他怎么会迟到了 难道是因为不堪被批烂部长 心情受到影响耽误行程 每一个人的言论我们都尊重 但是每一个人讲话他自己要负责 好不好 那是对是错是会有公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全民健保法的修正案是经过立法院 立法委员审议修正通过的 里面的是非对错 要怪到财政部 这是不合理 一队前卫生署长杨志良 重炮轰击 自己是烂部长 所长的单位是烂部会 尽管面对媒体 李树德说他不在意 但从语气 却不难听出 很不服气 而真正的心理化 就在鼓党立委送上新花加油打气后 彻底解放 刚才跟你很近距离的接触 我看你好像眼眶都有点红了 是不是 你是感动到有点红 还是委屈到有点眼眶红了 我想委员非常清楚 这烂的政府官员 我不能我这个样子 所以个人讲话 自己要负担 自己要负责 同胆不至宋温暖 但不知道李部长 是自己感动过了头 针对数据不公 喝不到富人税 竟把毛头指向 使大家把贫富差距 无限上纲 一句话 无限上纲 就说贫富差距 但事实上这几年 各位看看 相关的统计资料 贫富的差距 是不是在缩小 贫富差距 真的有缩小了吗 这话听来 似乎又怪怪的 才爱好着烂观员 李树的这番话 恐怕又要引发争议 三地新闻 研究刘炳嘉 台北报道 好 我们看到这番话 现在真的引发争议了 他说贫富差距 已经缩小了